小树蛙和狐狸猫正一起看书 狐狸猫突然问小树蛙 记不记得上周刚学过的质量守恒定律 就是当物质发生化学反应时 反应前所有物质的总质量 会等于反应后所有物质的总质量那个定律 小树蛙说当然记得 那个定律还提到 质量会守恒 是因为在化学反应的过程中 物质内原子的种类和树木不会增加 也不会减少 只会重新排列组合来形成新物质 所以在反应的前中后 物质的总质量都不会改变 小树蛙问狐狸猫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原来狐狸猫正在复习这段概念 可是课本上都是文字 看起来很难懂 小树蛙灵光一闪 安慰着 别担心 我知道有适合的实验 能帮助我们了解这段的内容 我们去做实验吧 两人一起来到实验室 只见小树蛙边准备实验器具 边念着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实验需要用到的药品 准备用到的药品 分别是 分别是 氯化钙 碳酸钠水溶液 小苏打粉 锡盐酸 气球 玻璃棒一支 烧杯两个 两桶一个 试管一支 镊子一支 电子秤一个 秤两纸两张 橡胶手套一双 露斗一个 露斗架一组 涵盖的宝特瓶两个 准备完后 狐狸猫开心地拍手 可以开始实验咯 只见小树蛙 先取出4公克的氯化钙 将它和50毫升的水 倒入烧杯 以玻璃棒搅拌混合之后 再倒入宝特瓶中 接着 又取了10毫升的碳酸钠水溶液 倒入试管中 并用镊子夹取试管 将试管口朝上 以围轻的角度 放进宝特瓶中 最后将宝特瓶的瓶盖转紧 做完这些步骤后 小树蛙请狐狸猫 把宝特瓶放上电子秤 量量看宝特瓶多重 狐狸猫量了量 说是160公克 小树蛙说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让 宝特瓶里的两种溶液混合咯 你试试看 狐狸猫小心翼翼地 倾倒宝特瓶 让试管中的溶液 流入宝特瓶 之后转回正面 轻微地摇晃瓶身 狐狸猫突然发现 等等 瓶子内的水溶液 好像变得灼灼的耶 是因为瓶内的 氯化钙水溶液 和碳酸钠水溶液 发生化学反应 所以产生了新的物质吗 小树蛙拍手说 答对了 这样就代表化学反应已经发生了 我们来量量看 反应后的质量有没有改变 狐狸猫看到电子秤显示数字 一样也是160公克 狐狸猫想了想 说 这样就表示瓶子里的物质 在化学反应前和化学反应后 总质量都是相同的 符合质量守恒定律 小树蛙拍着手说 没错没错 狐狸猫突然想到 对了 那现在瓶子里的物质是什么呢 小树蛙神秘地说 提示你一下 我们刚刚放入的是氯化钙 也就是CACL2 加上碳酸钠 也就是Na2CO3 那么根据质量守恒的定律 你觉得反应后 会产生哪一些物质呢 狐狸猫回想着 有沉淀物 像是产生了碳酸钙 小树蛙解释 因为化学反应 是原子重新排列组合 所以水溶液中的氯化钙 和碳酸钠的组成原子 重新组合出氯化钙和碳酸钙 化学反应是 可以写成 CACL2 加Na2CO3 2NaCl 加CACO3 所以现在在瓶子里的物质 就是氯化钠和碳酸钙咯 狐狸猫听懂了之后 小树蛙开始做第二个实验 只见小树蛙 先将宝特瓶内装入锡盐酸后 放置一旁 接着将小苏打粉装入气球中 然后再将气球套住 宝特瓶口 接着 小树蛙让狐狸猫 放上电子秤量一下 看看现在宝特瓶的质量 是多少公克 量了之后 狐狸猫开心地宣布 是250公克 小树蛙接着 请狐狸猫摸摸看 宝特瓶的瓶身 是硬的或软的 狐狸猫发现 是软的 最后 就是混合的步骤咯 小树蛙拿起瓶子 将气球扶直 让小苏打粉 落入宝特瓶中 然后轻轻摇晃 一旁的狐狸猫 突然喊着 咦 瓶子好像变得胀胀的 气球也鼓起来耶 小树蛙笑着说 哎哟 不错哦 你眼睛真利 这代表化学反应 已经发生了 你来量量看 现在宝特瓶的质量 狐狸猫自信的说 刚刚的实验 已经量过了 质量一定相同 质量守恒定律嘛 说着 将宝特瓶放上电子秤 得意洋洋的说 你看 还是250公克呀 小树蛙调皮的说 是吗 那你把气球拆下 再秤量一次看看 狐狸猫一拆气球 只见宝特瓶 突然消了气 狐狸猫惊讶的说 咦 质量变小了耶 怎么会这样 难道这次质量没有守恒 小树蛙哈哈大笑 说 你别紧张 反应后我们有量呀 质量相同 所以质量有守恒 狐狸猫混淆了 它不知道 为什么一拆开气球 连气球一起秤 质量还是减少了呢 原来 这是因为在反应过程中 产生了气体 气球一移开 气体全部都跑到空气中了 所以瓶内的质量就减少咯 听懂了原理后 狐狸猫突然想到 跑出来的气体是什么呢 会不会有毒啊 小树蛙敢忙安慰它 不要紧张 提示说 这次实验的反应物质是锡盐酸和小苏打粉 HCl加NaHCO3 如果将参与反应的原子重新组合 反应后产生的物质是什么呢 狐狸猫回想着 HCl加NaHCO3 反应后可能是 我知道了 变成CO2加H2O加NaCl 产生的气体是二氧化碳 小树蛙在一旁拍着手说 答对了 做完两个实验后 狐狸猫总算是完整地了解了质量守恒定律 两人开心地相约下周 在一起做实验 学习更多的理化知识 你能应用质量守恒定律 来回答下面这一题吗 狐狸猫整理今天学到的内容 质量守恒定律 物质发生化学反应时 反应前所有物质的总质量 等于反应后所有物质的总质量 在化学反应的过程中 物质内原子的种类和数目 不会增加 也不会减少 但是原子会重新排列组合 而形成新物质 验证质量守恒定律实验时 若有气体参与反应 或是会产生气体溢散 则会发现密闭与非密闭系统的 差异 最后和狐狸猫一起脑力激荡吧 请想一想 取少许的钢丝绒 先秤重再点燃它 让它在空气里燃烧 烧完后再测量一次质量 你觉得燃烧后钢丝绒的质量会增加 减少 还是维持不变呢 是说明你的理由 脑流 脑流 1 3 5 6 6 6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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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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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